大家好,我是Gin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法式经典甜品 费南雪 它的样子像小金砖一样 给大家讨一个好彩头 首先处理一下烤盘 把黄油提前软化 用刷子涂在烤盘内 黄油可以涂得多一些,厚一点 这样烘烤过后的蛋糕才会更焦香 涂好后放入冰箱冷藏 两个鸡蛋分离蛋黄和蛋清 配方只需要蛋清的部分 蛋清一共60克 需要注意的是 鸡蛋要用常温的比较好 加入45克白糖 一小勺蜂蜜大约8-10克 用打蛋器搅拌均匀 不需要打发蛋清 只需要搅拌至砂糖融化即可 另取一个小碗 把25克低筋面粉和25克杏仁粉过筛 加入杏仁粉 可以增加蛋糕的香味和酥脆度 过筛后把低粉和杏仁粉混合均匀 然后加入到蛋白的混合液中 用手动打蛋器充分的搅拌混合 直至顺滑的状态 然后来制作焦化的黄油 小锅中加入60克无盐的黄油 中火进行加热 让黄油慢慢的融化 待黄油加热至沸腾的时候 转小火 这时候可以不停的搅拌 使黄油均匀的受热 慢慢的气泡会变得越来越小 这时候边搅拌边注意观察 当锅底出现褐色颜色的时候 黄油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这样就是焦化的黄油了 马上关火 然后放至一边稍微降一下温 当降至50到70度左右的时候 通过筛网倒入到面糊中 过滤掉多余的杂质 充分的和面糊混合均匀 最后搅拌好的面糊是非常顺滑 并且可流动的 从冰箱里取出烤盘 将面糊倒入裱花袋 或者其他方便操作的容器中 均匀的倒在蛋糕模具里 我今天用的烤盘是8.5厘米 乘4厘米的八连盘 配方刚刚好做8个 倒入9分满就可以了 最后可以在表面撒一些白芝麻 或者是杏仁片做装饰 或者是杏仁片做装饰 同时也可以增加香度 做好后就可以烤了 烤箱要提前预热好 烤盘放入中层 190度烤12分钟 烤至蛋糕的边缘出现焦褐色 就可以出炉了 出炉后马上脱模 手指轻推蛋糕的边缘 非常容易就可以脱模了 脱模的蛋糕放至架子上降温 防止蛋糕水汽不能蒸发 而影响蛋糕表面的脆度 刚出炉的蛋糕表面 尤其是四周 是焦香酥脆的 但是内心是柔软Q弹的 尝过就会念念不忘 外形像金砖一样 享用它也象征着美好的寓意 金砖小蛋糕送给你 讨个好彩头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是金 我们下次再见